有些事情你不相信不代表它不存在 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身體有磁性 可以像吸鐵一樣 有些人有陰陽眼可以看到 另外一個世界的朋友 當然也有人可以聽見男人的心聲 爸! 你幹嘛偷看人家MSN啊 他怎麼知道我偷看 你自己開口承認啦 我剛才沒有講話啊 我到學之後我請你看電影 慘了 CINDY也跟我約今天 誰是CINDY啊 聽見男人的心聲也不是完全沒好處 至少 我不會再被男人騙了 我後來的每一段戀愛 都刻意成為別人的第三者 如果愛情是場賭局 那我就像是可以看透對方底牌的莊家 直到這天 嫁給我 你幹什麼呀你 你幹什麼 主編 你有什麼話想對我說嗎 沒錯 但是我想你大概又猜到我要講什麼了 糟糕 我好像聽不見了 嗨 歡迎 歡迎 你好 你好你好 請坐 我問你喔 一首歌應該是先有詞還是先有曲啊 先有故事 每一首歌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我們會喜歡上一首歌 通常是先被它的旋律吸引 我們會愛上一首歌 往往是被歌詞感動 哎呀 就算你現在沒有超能力 你交過那麼多男朋友 經驗應該很豐富了 如果戀愛像是考試的話 那我以前就是open book 每一次都靠作弊得高分 但是我從來沒有認真讀過一頁 如果你們男生對於有興趣的女孩子 都是怎麼下手的 達正五步驟 衝脫泡蓋送 你只談過一次戀愛你懂什麼愛情 那你一天到晚換男朋友 你懂什麼愛情 我很害怕別人有的我沒有 我很害怕別人不喜歡我 就能解開我的難言之音 只要你給我一點肯定 我願意為你被添頓地我相信 你會讀懂我的英語 答案就是我的心跳頻率 只要你給我你的手心 我會用盡全身的力